時代進步之快啊 羅琳本來還算是女權主義的先鋒吧 沒有想到現在居然已經成為了保守派了 被批為守舊黨啊 反革命黨 羅琳這個例子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 讓我們切入這個性別討論 性別議題 很controversial的新概念 非常好的一個視角 J.K. Rowling 是基本上被禁止這個派對 因為她說性格是真實的 心理性別其實很難去頂 很難找到一個我覺得合適的類似 可能我實際上不符合男人或女人 而且還有其他其他東西 今天改喝茶啊 又是一個沒有附我廣告費 最近我看我台灣跟上海還有大陸的朋友 都非常火的一款手遊 叫做哈利波特 因為今年是哈利波特這個系列的 20周年 而哈利波特對於像是我這一代的人來說呢 真的是陪伴了我從小學 然後開始到現在都已經要奔三了 算是我們這一個年代的超級經典了吧 標誌了這個世代 而既然是這樣子大作的20周年呢 當然就少不了電影方啊 版權方的再撈一筆 所以呢他們當然也就策劃了週年慶的特別節目 叫做重返霍格華茲 然後呢好像是將會在明年的1月1號上映吧 目前內容會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 是重新拍一個東西還是就訪談還是怎麼樣的 總之呢我們最熟悉的三位主演之外 然後其他非常多的角色也都會參與 但是呢我們就在公布的卡斯名單裡面發現 欸既然沒有JK羅琳作者本人 哇哈利波特20周年 而哈利波特的作者居然沒有被邀請 而且甚至呢在環球影城裡面 20周年哈利波特的那個區呢 裡面你可以找到喔所有哈利波特相關的元素 就是找不到作者相關的事情 這個JK羅琳陪伴了我們這麼久的作者 而且他甚至都算是走在時代的巔峰嘛 以前又是為女權發聲啊 然後又是為性少數群體發聲啊 算是一個不只是作者 也算是真的代表了一些新的觀點吧 他居然現在因為同樣的議題 而被所謂的封殺了 這就要追溯回差不多一年前 其實羅琳在西方媒體啊 西方輿論圈裡面就已經開始被追趕了 因為呢他在去年他就轉發了一個文章 那個文章呢裡面就提到了 來月經的人 說喔我們應該為來月經的人 提供衛生棉啊 提供這些衛生產品 然後呢保障來月經的人的權益 然後他轉發他就說 這個來月經的人到底是在說什麼東西 喔我記得有一個詞好像叫做 然後他就故意沒講 然後唸了一堆什麼 Womb Ben Womb Pond Wu Mood 呵呵呵呵 他想講的就是Women 所以呢言下之意他的整個Twitter 講的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說來月經的人 而不直接講女人呢 然後OMG這句話一出來之後 我覺得在華語圈的話可能還沒有這麼明顯 但是在反正英語圈裡面 哇這個真的是犯了政治正確的大忌啊 當然他這句話的確 我覺得有一些用詞上不準確的問題 總之呢發酵出來就是變成一大堆人開始聲討 他說你怎麼可以光說有月經的人叫做女人呢 因為現在實際上有很多變性人 他們也有月經 因為他們生理上是女的 但他們覺得自己是男的 而他們可能因為某些原因 所以還沒有完全的百分之百變性手術完成 而這些人你難道叫他們女人嗎 他們心裡面認知自己是男人喔 然後下面就一大堆評論 然後比如說還有又有人說 喔那我是一個女人 我生理上就是女人 但是我沒有月經 那我就不是女人了嗎 然後呢開始 啊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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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呢他就被討伐了 其實他這一句話呢 在Twitter裡面呢 在整個西方輿論裡面呢 就被定義成就被認知為 羅琳認為只有生理性別是女的的 才是女的的 並且生理性別是女的的人 只能是女人 所以這句話呢 在現在有這麼多變性人啊 然後呢 欸性別認同多元化的這個題一下呢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不正確了 對不起 而我自己其實我一直都對 性別相關的議題還蠻感興趣的 我覺得可能不只是我吧 可能我這一代的年輕人 我們都會對這個稍微有點興趣 因為我們剛好卡在這個中間 就是我們的父母輩 還算是上一代的性別觀念 非常完整的 而到我們這邊之後 開始出現一些改變 我們剛好就是那 面對到這個改變的第一代吧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年紀的人 應該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想法 所以羅琳這個事情呢 其實我覺得算是出於我的私心啦 這整個爭議裡面 你要是把它抽絲剝繭開來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看出一些 關於性別爭議 現在一些非常有趣 甚至兩方自我矛盾的一些點吧 所以話說回來啊 這個羅琳發完這個有願經的人 難道不就是女人嗎 類似這樣的twitter之後呢 所有基本上認識羅琳的人 就是哈利波特的主演們啊 然後他曾經的有名的那些朋友啊 作者啊演員啊什麼之類的 欸就全部開始劃清界限 像是那個Hermione啊 或是那個Harry Potter的演員呢 他們就在上面就直接說 喔跨性別女性就是女性啊 什麼每一個人 他說他是誰他就是誰 他認為他是什麼性別就是什麼性別 當然也有其他的哈利波特的演員呢 就沒有這麼明顯的去反對他 然後但是就是找一個比較適中的說法 I don't have a reaction to that I'm afraid I'm not like I said not miss the social affairs 但總而言之整個輿論都是批評羅琳的 The entire internet has been a buds for the past week with people calling JK Rowling transphobic 然後以至於羅琳呢 後來又馬上發了一篇大長文 要跟大家說明為什麼他這麼說 要跟大家說明他絕對不是一個反跨性別者 而他堅持他的理由是有原因的 不過呢在看完羅琳一整篇文章之後 唉 這是不是真的就如華語媒體 尤其是國內的大陸的媒體所說的一樣 是一個政治正確的打壓呢 政治正確壓迫少數聲音呢 我現在開始覺得也不竟然如此 因為羅琳他自己並沒有非常清楚的去 是Defend他的觀點 羅琳的論述是有點問題的 好說了這麼多 我先來跟大家理清一下 他們到底在吵什麼 其實羅琳這個推特呢非常有趣 剛好可以看出來 對這個議題對性別議題 對什麼平權議題 對跨性別人士議題 對性別認同問題有關注的人呢 他們分成了兩派 當然主要就是反對羅琳的那一派啦 但這兩派的聲音是怎麼樣的呢 首先反對的那些人很明顯嘛 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喔你不能只以生理性別 然後呢就斷定那個人是男是女 支持羅琳的人呢 他們就說 羅琳說來月經的人是女人 有什麼不對嗎 來月經的人的確是生理上的女人啊 甚至YouTube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跨性別人 他是從男跨成女 所以呢他是不會有月經的 所以照羅琳的邏輯來說 羅琳說他等於就是一個生理男 他表示 Biological sex is real I am biologically male 對啊 我就是個生理男啊 這有什麼好否認的 那我只是性別認同是女的 而我自己的身體就是男的啊 那羅琳只是給大家指出來說 有月經的人生理上是女的 這個事實 自然界事實有什麼好反駁的 大家聽出來了嗎 其實兩邊的分歧點在哪裡 就是他們對於羅琳用女人這個詞 到底是什麼意思 有分歧 你看喔 像那群反對羅琳的人 他們認為羅琳的女人這個詞 其實是包含了不只是生理女 還包括了心理女或是全部整體的 所謂社會構建的女性角色 而另外一派呢 支持羅琳的人就表示 羅琳這個用法只是在說 生理性別是女而已 欸這個其實剛好就可以 我就說羅琳這個例子 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 讓我們切入這個性別討論 性別議題 這個很controversial的新概念 的非常好的一個視角 這個裡面其實涉及到了 關於性別的非常多個aspect 首先就是我們現在都沒有人會否認 有生理性別這件事嘛 你生下來是什麼 然後你的性器官告訴大家你是什麼 那你就是什麼 當然有些少數的雙性人 但那個就算是少數嘛 男的女的一目了然 但是呢 現在為什麼會跑出來 這麼多性別認同啊的問題 就是因為有些人 他們就算生下來 像我一樣是女的 身體是女的 但是她從小就認為她是男的 而這個是的確有科學依據的 而不是說她受到媒體影響啊 受到文化影響啊 然後就覺得自己是男的 而是這個是真的可以被診斷出來的一個 性別認同障礙 甚至之前呢 這還被列為是個疾病 但是現在當然就把它去疾病化了 但去疾病化呢 它還是一個東西可以被診斷出來的 甚至呢 有一些研究就表示 這種性別認同障礙的人呢 他們的腦子的確會跟他們認同的那個性別比較相近 但是跟他們自己身體的那個性別就不一樣 比如說啦 好這個繞來繞去的 比如說如果我是一個性別認同障礙的人 我剩下是個女的 但是我覺得我是男的 那我的腦子實際上是可以檢測出來 跟男性的腦子比較像的 所以呢 這是一個病理學 這是一個生物學上就存在的東西 就像是有一部分的同性戀 我們也會說它其實是在生理上面 在遺傳學上 基因上就已經被決定 好所以首先有生理性別 這個沒有人會否認嘛 但是現在有第二個層面 也是剛引出來的 叫做性別認同 我的身體可以是女的 但是我的腦子 我的心 或我的靈魂 隨便你怎麼叫它 可以是男的 好這是第二層喔 現在還有第三層 第三層東西呢 其實就跟女權主義很有關係了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女哲學家吧 或女權主義者吧 叫做波芙啊 然後我之前好像也有在視頻裡面提過 它最有名的一句話呢 就是它發揚光大的一個概念 女人是成為女人的 女人不是生下來就是女人 女人是become a woman 不是直接就是一個woman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女性其實是社會構建出來的 女性不只是你的生理是女的 還要加上整個社會對你的期待 覺得你是一個女人 所以你就應該如何如何 而你又被這些東西影響 然後你又如何如何 這些東西全部加起來才叫做女性 所以呢現在也有非常普遍的一個觀點 就是性別是社會構建出來的 當然他們這個不是白癡到是說 你的生理性別可以被社會給影響 可以被文化給影響 這當然不可能 但他們說的就是這個性別的角色 比如說我是一個女的 那我在華語的這個文化下呢 可能相對的就會需要比較持家 比較溫柔 比較賢慧 然後比如說如果在審美上 可能就會希望我比較白 比較瘦 雖然我全部都沒有符合標準 諸如此類這種東西 就算是所謂的社會意義下的女性 因為你是女人 或者是還有一點就是 覺得女性需要被保護 對 這個我其實真的很想要 下次下次再說 女性一定就需要被保護嗎 女性在生理上的確是 力量當然是不如男性 但這就代表說 在一個文明的社會下 女性任何時候都需要被保護嗎 好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我們知道有三層 生理性別 然後你自己的性別認同 然後還有社會性別 所以呢現在整個爭執點就是 羅琳說有月經的人才是女人 他講的到底是這哪三層 他到底是講的就是社會構建那一層 還是呢性別認同那一層 還是呢生理那一層 還是說他就是把哪一個跟哪一個 黏在一起講然後怎麼樣的 然後 羅琳自己其實沒有解釋得非常清楚 所以呢就被馬克班斯 就兩邊各自表述了 然後也就是因為有我 剛剛這樣子的三層分別啊 所以甚至還會有什麼 呃女權主義者 然後跟什麼LGBT族群 然後又有什麼 又有什麼紛爭 然後某一些女權主義 又覺得LGBT侵犯了她的利益啊 然後又覺得跨性別者怎樣怎樣 然後反正 超級複雜 所以我之前真的是沒有這麼 呃去瞭解過這一群人裡面 他們現在的各種觀點 他們自己裡面其實說白了 都還算是沒有一個統一理論 所以你看這個 時代進步之快啊 羅琳本來還算是女權主義的先鋒吧 然後沒有想到現在 居然已經成為了保守派了 已經被批為守舊黨啊 反革命黨 總之羅琳這個事情 本身呢 我結論已經講在前面了 已經把就是兩方的分歧點 講得非常清楚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看中間的這些debate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如果你想要了解 關於這個議題的話 從羅琳這個事情下手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但是我跳進去看了 整個LGBT 現在還加上Q 然後Q+,LGBTQ+, 整個性少數群體 他們的觀點呢 裡面有一個 那個圈子裡面 最主流的聲音吧 叫做非二元性別論 我用的那個label是 non-binary trans 中文是非二元化性別 他們雖然沒有否定 生理性別 但是他們要全然的否定 這裡的性別 哇這個 這個就很神奇啦 然後他們是怎麼做的呢 他們就說 性別不是二元的嘛 不是只有男 不是只有女 是一個光譜 而每一個人呢 其實你都可以在這個光譜上面 找到自己準確的定位 欸乍一聽好像很有道理啊 因為你看比如說 雖然我是一個女性 但是我也不覺得 我是最feminine 最女性特徵的那個女性啊 很多時候 甚至是我覺得我的腦袋 對 我的腦袋還滿多面向 是非常偏向男性的 欸那這個時候其實 我在這個光譜上面 可能就是比較偏向男性喔 而不是比較偏向女性喔 然後我就可以找到我的位置 所以呢 他既然把它說是一個光譜 那就是等於像是說 性別有無數個分隔 無數個性別這種感覺 OMG 我的佛教哲學課了 快要遲到了 但是神奇的就在於 非常多所謂非二元性別者呢 他們是怎麼聲稱自己的性別 他們是會發明出很多不同的性別的 他們不再說自己是男的或是女的 也不會說自己是男性偏向女性 女性偏向男性 他們會直接說 我是什麼 Bug I just added bug to my list of pronouns They're basically your own custom pronouns When no other pronouns seem to fit You come up with your own pronouns Anything can really be a pronoun 對 他們就會發明一個性別 比如說叫做Bug 然後或者是會什麼star 然後什麼spaghetti 然後什麼 就任何詞彙 他就把它當作是 他自己的性別宣稱 然後拿來使用 甚至他們現在最常說的會是 they 請你叫我they 不要叫我he或she 叫我they 因為我是一個無性別者 或者是我是一個不能夠被he或she所描述的人 所以我叫做they 越來越多各種各樣的性別 然後你看這個網站裡面也有教大家說 這是一個屬於你自己的pronoun 然後呢選一個你自己認為可以描述你的 你就把它當作是你的性別 因為你還沒有確定你是什麼性別 可能現在這些性別沒有一個符合你的 所以你就發明一個 這個邏輯上是真的非常非常有問題的 雖然現在我這樣講肯定又會被非常多的性少數族群噴 因為從非常多的case上面上 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些人為什麼會想要去發明一個新的性別呢 並不是因為說他真的屬於一個新性別 我反而是認為 因為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男性跟女性實在是太局限了 如果我們把男性跟女性的範圍放大 把整個光譜全部都覆蓋了 那他們還要發明什麼新的性別呢 就不用發明新的性別啦 你看像這一個人 I realized that I was attracted to women so I identified myself as a lesbian during that stage However I never really felt very fit in in the lesbian community 他就說他沒有辦法融入任何性別族群裡面 他自己本來認為他是女的 雖然他長的就是一般人認為他是男的 但是呢他到了女性族群裡面 他到了lesbian的群體裡面 然後他就發現格格不入 所以他就覺得他需要發明一個新的性別 但是是這樣嗎 在我看來問題在於 我們現在對性別的理解實在太狹隘了 他的確是女的 但是他拓寬了那個女的的範圍你知道嗎 甚至是女同性戀 他們就是這個性別光譜裡面女的 然後他們只是這一小段 而實際上應該是怎麼樣了 應該是這一半全部都叫女的 然後這一半全部都叫男的 而不是說你任意選擇 然後你就發明一個別的性別 因為實際上這也是個邏輯上有問題的事情 就是你在這光譜上面隨便選 如果你選偏這邊OK 那說本來你選這邊就是叫做女性啊 這裡是女性 那你只是比較man一點的女性 那你還是女性啊 所以他們這個光譜論我覺得是 邏輯上是很有問題的 因為首先你就沒有辦法同時描述雙性人 和所謂的無性人 而非常非常多的就是在性別這個事情上面 不管說是有迷茫 還是說是被輿論給影響 被現在的潮流給影響 總之我覺得他們都犯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居然以為發明一個新東西 就可以改善他們的處境 實際上應該是本來的那個框架需要被改變 就是還是一樣這個例子 這個女同性戀者呢 她的問題在於她沒有辦法被女性給接受 所以我們要改變的 應該是女性這個定義的內容 我們要讓女性的內容更加的多元化 而不是說發明一個新的性別 因為如果性別是非二元的話 那世界上有多少人 我們就會有多少種性別吧 有多少種性別嗎 就說有多少SARS 有多少性別 如果每一個人就是自己 神稱自己喜歡的東西的話 那就...是啊 就不會有性別存在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事實上並非如此 而且性別不只是生理上存在 它在心理上也是存在的 很多人生下來 他就會認為他是男的 或就是認為他是女的 如果是一個社會的構築 那我可以 全都可以認識 和生活成為男的 但是明顯 那沒有效果 不是這些非二元性別者 所講的就是 全部都是由社會構建出來的 總之我覺得不管有多少的理論 在討論這個性別問題呢 所有的根基 所有我們現在社會中不只是性別 任何關於公平 關於權利 關於就是正義平等 我覺得這些討論 都是在討論一個事情而已 就是我們要如何拔掉一個人身上的標籤 我們總是會不經意的 或者是被影響的 我們就給人家貼標籤 然後呢 甚至那個被貼標籤的人 他就照著那個標籤活著 直到他已經受不了了 直到他發現說這不是他想要的 這是別人定義他的 然後呢 就是感到很痛苦 所有的這些權利問題 平權問題 都是在討論這件事而已 所以我們要做的 只是要想說如何拔掉標籤 而不是去發明更多標籤 我覺得這些非二元性別論者 最主要的矛盾就在這裡 好 因為像現在他們如果發明了 一個新的標籤叫做 非二元性別者 那以後好啊 以後就變成男女非二元性別者 他們認為這樣子是有差嗎 雖然在非二元性別者裡面 有無數種他們自己定義的性別 但是在社會上看來 他就叫做非二元性別 他就像是男女非二元性別 就是一個第三性別 他一樣會有他的框架 我們一樣會對他有歧視 我們對男的有一些特定的期待 我們對女性有一些特定期待 那現在只是變成我們對非二元性別者 也有一些特殊的期待 那這樣是他們想要的嗎 我就不確定 然後我覺得應該不是吧 我們如何跳脫這些社會上的定義 當然男性女性生理上不同 但是我們是不是都生而為人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認同說 所謂女性只是一個擁有女人身體 擁有雌性身體的人而已呢 而男性也只是一個擁有雄性身體的人而已呢 大家都是人啊 那當然我們在社會上 行為上會有某些不一樣的限制 因為我們肉身的限制 但是我們大家都是人啊 這個非常多的平權人士 他們會覺得 對啊我認同啊 但他們做的是什麼呢 嗯就是你要抹滅的應該是男性特徵女性特徵 而不是說發明新的性別吧 反正我在看他們那個論戰 就覺得真的超有趣的 像是這個變性女呢 對應該叫變性女性吧 她是男變女 對然後她現在是個女人 變性女呢 她就非常堅定的說 存在生理性別 當然就存在啊 而且不但存在 她還格外的重要 你要是沒有性別的話 那跨性別的人也根本就不會存在啊 就是不就是因為有性別的存在 所以她才會有這種想要跨跟改變的這個情況在嗎 所以性別當然存在嘛 總之我個人是非常非常期待平權啊 然後就是多元性別這一大坨東西的理論 能夠被更完善 因為現在看來呢 真的是百花齊放 每一方都 反正噴來噴去吧 尤其是這個非二元性別論真的是 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OK我不知道我這一集是不是又噴了一大堆人 然後 他們有非常多很詳細的論述邏輯 而我今天基本上是把我的結論直接 砰講出來了 就是金盪力到底在講什麼鬼嗎 這集因為我覺得 我很多理論的確都沒有去展開討論 所以你們可能也會覺得有很多 不清楚 邏輯上不清楚的地方吧 那就留言給我 我一個個回給你們 因為我現在已經發覺了 我根本就不是一個YouTuber吧 我覺得我是一個版主吧 我是一個我是開論壇的吧 天吶你們看一下我的頻道 我之前那集兩岸那集 我的天吶 OK我的天吶 OK現在是截止到現在是七萬七 然後呢留言有兩千八 那個觀看留言比真是極高極高 我覺得不錯不錯 就是雖然現在留言多到 現在在出現的留言大部分都是罵我的 但我覺得挺好的啦 就是我說什麼真的不重要 而是你們聽完我說的東西之後 你們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你們聽完我說的東西之後 你們是不是能夠重新思考你們自己的立場 或者是你們就能夠知道敵方的立場是什麼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才是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很好啊 大家就盡量留言吧 當然無腦的話沒什麼意義 但是我看大部分人都還算是蠻理性的 我現在自我定位就是 我是開聊天室的 我是開版主 我是開論壇的 我副作的事就是 丟出議題 然後呢大家自己討論吧 當然我也會一起討論啦 但是丟出議題 我覺得這個都來講很有意義 我真的是我除了就是純粹的 真正的財經議題 還有真正的政治評論 我好像什麼都講了吧 嗯對 除了我堂哥講的東西 我什麼都講 我現在性別議題也講 對啊我管很寬啊 畢竟我是開貼爸的嘛 我是開台灣應該叫什麼 就是版主啦 反正就是我是開論壇的 我是開論壇的 大家自有表述 自有表述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是旁聽的政大的 啊 佛教哲學課他來不及啦